算算小贞啊 小贞也是 一直赢是吧 对你们两个都是没朋友 这些Ricky啊 这些Ricky兄送的抖音一号 这些博尔的宝石街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这些英雄无敌啊 送我们的礼物啊 谢谢老板 这位兄弟的鞋子还是有点飘逸啊 有点飘逸 泡泡瓶3 我飞向 他马拉筋我浸泡风手 对您的发福袋也没问题啊 马拉筋7 G1进1 G9瓶8 G1瓶8 马拉筋3 竹3进1 到时候可以跳出去啊 先飞个向啊 他竹3进有个反击点 谢谢 悠扬至得 马拉筋也 这时候要走出一个泡巴进 先去扰乱他的阵型 不给他居走上来 先去扰乱他啊 骚扰一下他啊 不给他太安稳 这个棋啊 这步棋非常重要啊 如果不走这步棋 红方这个先手不容易确立 我如果跳马他开去的G1进4 走到这个点 红方就没多少便宜啊 这套棋呢去打进对方的这个 正地里面呢去烧倒他 破坏他的部署 大家也不要看赢就是很简单啊 其实每一盘棋都是要经过 若干的激烈的大战 最终才打开局面 其实绝不容易 像目前这盘棋我就不知道怎么赢了啊 应该说很接近啊 要从长棋 我跳马他开去 呃 在G9进1 想一下啊 他足气进一挺 足气进一我 吃掉他飞起来 在G9平4 G9平4他 嗯 推个向 推个向 我再 点进去 这样不一定有用 这个鞋又得从长棋 要想一想啊 呃 黑方下的好稳啊 好稳 拿到跟他下马炮成棋 跳马他开局 我再把他对掉 这有点太无聊了啊 跳马开局 正常就是G9进1 把G进快赶过来 他足气进一挺 足气进一挺 我应该怎么下呢 吃掉他相吃 G9平3过来 他在飞向 G3进3 这个棋稳倒是挺稳 就是有点太平淡了啊 有点太平淡了 对面也是很快啊 很快迅速做出判断 G9进他 G2进4 难道还有 我G9平4 他足气进1 我进去捉他一下 他马骑进8跳出来 我吃掉他居齿 这个棋也不见得有多好啊 但如果不走G9进1 是不是只能对双鞠 对双鞠他的足气进1挺 这个棋就风平浪静的 看起来也得走G9进一样 也得走得紧凑一点 这个棋啊 得把G杀出来啊 并不是说所有棋都适合下马炮层棋的 这个棋我感觉如果下马炮层棋 一个是跟这个形式不太相符啊 所以下马炮层棋可能还是红棋 位置稍好一丁一点啊 但是应该不符合现在红方的一个需求 所以下棋是应是力道啊 不是说非要下马炮层棋 或者非要留居啊 要根据形式做做判断 谢谢卖西瓜的啊 谢谢老乡送了好多个加油鸭啊 谢谢老乡送的加油鸭 现在黑方显然要考虑佐马的一个出路 逐期进一步 居二进四 应该是黑方当前的 这个比较重要的手段啊 他应该要走出这步棋来 居二进四或者逐期进一 其中任选一步棋 那我重新再计划一下 会不会中间有一些遗漏的东西呢 要重新计划一下 居二进四 居二进四 居二进四我敢不敢居久平啊 这边闪过来 他逐期进一 我就 他把他炮山进一 缩骨神功 我进去他逐期进一 围压他飞向 这样就被迫下马炮成起 光光稍好一点 但确实也很难移 这些时光的宝石节 居九平四 他逐期进一 我一进去抓 他马七进八 蹦出来 如果居九平二呢 逐期进一 我一进去抓 他马七进六 冰石他像是这样炮打边冰 有点攻势 这个炮呢 从边路发出有点攻势 再喝一口枸杞啊 再喝一口枸杞啊 增加点能量啊 看一下这部枸杞 应该怎么下啊 谢谢风 风哥的宝石节 看起来要从长记忆这个枸杞啊 也没有太大的优势啊 只能是好一点 居九平二 逐期进一 进去抓 这样就比较凶悍啊 他会被炮山进一呢 就是 逐山进一抓 应该他不行吧 这样 现在得抓他一下 把象吃掉 逐山进一也是一个办法 我一抓他马七退伍 哇真的好稳哦 非常非常稳啊 这是一场攻坚战啊 炮山进一 攻坚战啊 这位是稳健型选手啊 非常稳健 也不好对付啊 看似呢有点吃亏 但人家呢 胜在正脚不乱 正脚一点都不乱 居二进四五 他逐期进一 泡一瓶三描翠花 把他描住 他上市 上市 怎么办呢 马七进六跳出去 居二瓶三的冰尺 他居持 浩打 居持马持中兵 居马双兵 稍好一点 稍好一点 也不好赢 居二进五 第一招是 逐期进一 泡一瓶三描翠花 把他描住 他飞向就不行 我泡打马他丢子 他要上市 上市 我再 先走一步 马七进六 他居二瓶四一拖 我就兵持过去 他居持马 我泡打 这样 我会多兵 他泡三瓶二 打掉飞掉 我在居士中兵 他一将上市 出老将称市的 马二进三 这样我居马三兵 他应该不行 谢谢 我只在乎你 送的保时捷 好 就走这一步棋吧 居二进五 那竹三进一难道 吃兵向三进五 在马七进六充出去 再直取中路 应该可以形成多兵之势 可以这么下 谢谢 刺处送的热气球 不会超时 因为这个是五分钟 最长的五分钟 下一步棋 然后总用时是二十分钟 就是你五分钟 每一步 想五分钟 四步棋就没了 所以要合理运用时间 我刚才是用了两三分钟 大概两分钟 来思考进攻的方向 有没有人跟得上我的思路 跟得上的话 可以报名参加你们省的比赛 所以我刚才这种棋 对不起如果居要评算太俗了 它飞向 先走个描翠花描住 这应该也是黑方的 不容易察觉的一个手段 真的是方氏欲啊 方氏杰 方氏杰 用描翠花 那么黑方肯定上市 对不起如果不上市的话 应该是当不了马来西亚的高手 应该会上市 上市我就马七进六 抢贪头阵地 他如果马七进六就冰七进 因为他吃冰 哦 飞向我打不过去我忘记了 我吃掉鞠驰 炮打鞠驰 那我还不能够 怎么样 我搞错了 搞错了 炮一瓶三还没用 将它吃掉鞠驰 炮打马 鞠驰驰驰中饼 有没有一些什么怪兆呢 驰驰驰驰 炮打马 打掉 这才得从长记呢 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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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错咯 兄弟啊 驰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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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压他 他就足七进一吃过来 我驰扫回来 那真的是从长记 他马七进八 我驰三平二顶住他 他要马八退七 我再马二进一 挺顽强的 我刚才看走眼了 刚才有点迷满了 搞错了 现在主持他驰驰炮打 在驰驰中兵他退向 这个棋优势好一点 但是很微弱啊 因为我没有兵种 在驰少边兵 这个棋呢 因为难度很大 虽然红棋好一点 但驰的难度非常大 可能我不愿意这么下 不愿意这么下 有没有什么好棋呢 驰二平三一去扣住他 岂不是有点奇怪 他竹三进我 马七进六吃过来 马吃中兵 他驰二退一 马五退四吃掉马吃 这也没什么便宜 稍好一点点啊 驰二平三他有没有什么好棋啊 这部棋想错了 想错了 他竹七进一 竹七进一 我驰十回来 他马七进八 驰三平二炮三退一 那没用 没用 怎么下呢 难道真的就吃掉它这么简单 那也未免太简单了 看看有没有什么 自己未曾察觉的好棋 这盘棋确实是攻坚战啊 一场攻坚战 马七进六 驰二平四 马六退四 他驰四平六又捉 那就有点重复的 在马四退二 千山万水退回来 这样将来也是要下马炮层起 他足以进一吃掉 驰十马二进三 驰七平八 也是要下马炮层起 咋整呢 马七进六跳出去 驰二平四马六退四 走一步怪招 他驰四平六 我在马四退二 长途这个跋涉 试一下啊 不知道会不会看走眼 平驰退马 吃掉 泡打 驰吃 这里面 风险挺大的啊 总不怪着啊 这步骑又耗了很多时间 刚才看走眼了啊 看走眼了 就要进它退向啊 帮它走起没用 走路怪招啊 要扰乱对方的阵营的话 就要蹭对方 还没有完全呢 安排妥当的时候 你要主动出击 去扰乱他的阵营 这是我们下棋的一个 基本原则啊 将来有可能会 对装虚啊 但这样将来我的马呢 可能跳到向前的位置 会比较有力一些 我是这么思考的啊 也不知道对不对 加点枸杞啊 对面很稳主要是啊 跟刚才的这几位呢 有点区别 非常稳健 所以既然这样 我就不能搞得太稳啊 太稳的就等于 去迎合它的风格 我得主动呢 把这个水呢 搅混啊 把一潭平静 如静的这个水呢 搅得这个 非常地混浊 然后 里面呢 乱中取利啊 居住马 我打算马六退四啊 回马金枪 他再走 我这马四退啊 千里大撤退啊 以后 吃掉这马阿金三 去抢占这个 贪图正点 那么以后 他会居住平板来兑 兑就给他兑 反正呢 跟他下马炮起 我的位置稍高一丁点啊 高的不多 他向九退一区 真的是不出洞哦 真是 不好整哦 对 那我现在只能吃他 吃他居齿 泡打 再居齿回去 再居超少中兵 这样我就赚了一点便宜啊 如果这种结果的话 就比刚才强一点 但是也真的是稳的 太稳的太稳的 这位啊 谋定的后动啊 没有 没有漏洞啊 这位啊 完全没有漏洞 马吃中兵行不行 他马吃我居齿 他就 上个四 四四进五 四四进五 也只是多一个兵 然后我的马呢 还没出去 这个鞋要引起来 难度也挺大的啊 要引起难度非常大 在居五瓶三个 他拼老命咯 是吧 只能这么懒 他 居二瓶四 我上个四 他足气 能力我退居回来 这个正是一场攻坚战啊 这位 马吃中兵是一种选择 兵吃 他居齿 我炮打马 他在炮打 我马吃他居齐进二 这样对调呢 恐怕又是风平浪静的局面 那可能要马吃中兵 你这个棋啊 只取中路吧 保留居马号 保留居马号对他有一些压力 他上市现在啊 上市我红方应该怎么下啊 这里还是一门很大的学问的 这个棋啊 也不是很好开展啊 打算走一步居五瓶三的居二瓶五 我吃掉他居齿过来 我居视他像 有没有危险呢 他泡三瓶二一甩 泡三瓶二一甩 还是有点齐的哦 这个棋要从长计啊 还不能太着急 好三退一 吃掉马二进三 再这样调整 先走一步好三退一 他吃掉马二进三跳出去 这样来啊 从长计议吧 不吃他啊 保持一个紧张的态势 就平三的话这个区走得太降了啊 不太对啊 走偏了 这是我已经用了一半时间 所以方式节确实很稳啊 非常稳健啊 跳出来 跳出来冲下来打掉 平鞠炮三进一炮打兵 呃 好一点 冲下来打掉 有没有齐啊 这个齐 得小心一点啊 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出动右马啊 因为这个马要盘到中间去 才能够掌握主动权啊 这个马不出去 这个其实就不好赢啊 现在也不好赢 但是起码呢 对方有点紧张 你的马出去之后呢 你可以发挥中边的威力 现在也很难以其实 对手实力蛮强的 现在黑方正招啊 应该是足气进一冲下来 我炮打 他俱乐平息做一下 炮三进一再炮打兵 炮三进三打兵 炮三进三打兵啊 真的 走得很好啊 走得非常好 很有针对性 好 抓一下 抓一下 再炮三进一 这个也必走得起 就不用想了啊 打兵 我是G10兵呢 还是G5平六啊 这里要想一想啊 感觉应该是G10兵 哇 走得很好啊 G4兵在炮三进二 打一下 我在马三退我 他在炮三平二 马五进七 G7平三 炮三退二 只能是好一点点而已啊 大战至今啊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优势啊 那G5平六怎么样呢 会不会更加优秀一些啊 他炮三进二 我就马三 可以退去捉他一下 让他马三进去跳出去 估计这样效会好一点 如果他炮三平了 我就上市的足一进一 我将来有个挂中炮的棋啊 对他有一些攻击力 去吃平的炮三进二 这场棋也是攻坚战啊 那就G5平六吧 先守住要道吧 对方是马来西亚的方式姐啊 笑得很好啊 哇 胜体盘是百 总对局是一盘 才下了一盘起 他可能就是专门用这个战好 来比赛的啊 这是一场攻坚战啊 没有办法白吃那个冰 如果吃掉这个冰 有点小优势 但是他浸泡一骚扰 我这个马呢 没什么好位置 所以我刚才这个走法也不一定好 给他打这个冰太大了啊 太大了 那么黑方也是第一次陷入思考啊 他走的很简单啊 没有太多的啰嗦的东西啊 接下来这一场棋呢 也是一场攻坚战 如果他走的好 这个棋可能就 会合棋啊 可能性非常大啊 合棋的可能性非常大 现在我只有一个中兵 他有一个三路组啊 各有户气 同方的位置稍高一丁点而已啊 高得很少 但这个棋也是很细微啊 对方也得小心 因为红棋他能够组织攻势 一旦组织攻势 这个马一旦冲过去 那么再加上一个中炮一架 那这个攻势就非常厉害 先平均锁住了一道啊 这个为将来铁门酸呢 先做一些埋伏 挺编组也是好骑 那我就先上个试 感觉也没什么太好的骑走啊 他跳马就拘尺组 他应该不愿意跳马了 应该是不愿意跳马啊 为接下来铁门酸 先做好一些准备啊 他那个炮也不动 他怕一进入头 我就马跳出去 人家也非常老练啊 也是非常老练的啊 胜率他只下了一盘棋 百分之百 赢了就是百分之百 这方式杰兄呢 确实很稳啊 跟刚才那几位截然相反 他从一开始就搞得很稳很稳 很难搞啊 有一个就对一个 来两个对一双 关键我泡一瓶沙里有点计算失误 我以为那样就行了啊 结果好像是废了一步棋 废了一步棋 否则我可能会走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激烈的棋啊 因为这位非常稳健啊 你得走一些怪招才行 走一些有攻击性的棋 那么现在是开局至今啊 哎 本子也来看棋 开局至今呢 黑方的一个小小的考验 又如何应对红方接下来啊 可能发动的这个强行架中炮的这个攻击 怎么应对啊 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如果应对不剩这个棋就会落入下风 这套棋就体现水平了啊 就是他的综合能力怎么样 就看这个 刚才那个就相对来说不是特别难 反正是死顶死顶啊 派人死顶 哪个城墙有缺口就先堵住 就缺乏很多这种战术的纠缠 但这里的就难度比较大 我觉得 你下招平中炮啊 那他这个炮如果退回去 我就马上进士就跳出去 这居马炮一局起 他也得小心 他如果炮三进二 我可以跳出去 他平均马四进六 马一进二 G六进二 乱点进去啊 那么以下还是有挂中炮的一些手段 这个棋呢 也得小心 除了除此之外 他进炮我可以退去 捉他一下 也可以抢部线索 他在退炮 我在或者冲去中兵 其实将来 这里也是有出路的 把中兵一冲 这个中兵一旦过河 去动摇他的中向 也就有希望啊 所以黑方这个炮呢 好像还是盯着那个地方 也不是很愿意随便走啊 他跳马就吃他的煮 他可能不太愿意 将来我会多他两个煮 在箱子中呢 他要落入下风 这可能是他在琢磨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这个棋就要从长剂啊 不能着急啊 就只能多一个冰慢慢下啊 下棋其实这个过程蛮漫长的 从这个略优到最后 如果能过剩的话 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有耐心啊 煮酒精有点慢啊 煮酒精有点慢啊 煮酒精我还价中泡 应该这个点不太对 感觉呢 太缓了啊 反正我都不会去吃他煮 我刚才就可以吃 我也没吃他 还有进边煮应该不会哦 我想进边煮我就挂中泡啊 以下出老将 他也是有点紧张啊 诶真的哦 你们这是从哪里收到消息的 他又挺编煮 我挂中泡他马一进二吃冰 再炮三平四 这样再死顶 我再马三进二 他再退炮回去 就这个煮都不给我吃 你也太吝啬了吧兄弟 那我挂中泡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他炮三平二 炮三平二 炮三平二 我出将 他居七平五 确实 还是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突破他 他居七平五 也还是挺稳的 编组都不给吃 编组都不给吃啊 那我就挂中泡了啊 就是没有什么好奇啊 挂中泡 试探一下 对面 对面现在用了十分钟 我用了十二分钟啊 所以水平很接近啊 大家不要以为 海外选手是随便 能够战胜的啊 就难度很大啊 要赢他们难度非常大 绝对不是有一些 网友所认为的啊 是很轻松的 那我就吃他这个竹 先建立点小优势 他平炮我这个马 考虑一些出处 马三进四还是马三进二 都可以考虑 应该是马三进二 他退炮 我在马二退四 G7平六马四退二 马二进四 G7退二马四退五 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他 G6平七五炮五进一压缩他的空间 以下G7进二兵五进一啊 这样他有点难下 先走马三进四 跳出去他不敢打 打我就进去将 他呢还有什么高招啊 跳出去 他 他退炮 那我马三进二对 不要走马三进二 马三进二 马三进二才可以走马二退四 再马二是退二 这样的一个调整 那马三进四是不是不太对 他退炮马三进四 G7进二把你夹住了 有这样的一个手段 应该是走马三进二 目前看起来 比较优秀的一部棋 他有没有打马的棋呢 应该不敢吧 有人还劝要出将 出将帮人家走 现在把炮给退 到时候还要抽你的 搞不好你还得输的 这个时候就关系到马呢 接下来的动作啊 进四好还是进二好 还是退一好 其实我还闪过一个念头 退回老家了 但感觉不太对 太迂回了 因为你跳马之后呢 可退可进啊 现在还可以马二进三打进去啊 现在反正我多一个中兵 也还是有力的啊 跟他相识下去就有力 配方的总体来说呢 下得保守了一点点 不过人家的棋非常稳 最大优点是稳 现在马二退色的G7屏8 又顶一步 G7屏8我还没有办法啊 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G7屏8 不给我调整位置 不给我调整位置 还是一场攻坚战 炮进一台马二进四不行 白丢一个 再调整一下思维啊 但是马二退四是感觉是对的啊 他G7进了就马四进五 这部棋应该是正确的啊 这样马的有多重的这个限度 你如果现在直接跳进去呢 有点太降了啊 没有搞出什么名坛 感觉啊 他马二进四反提你一脚 就容易造成对子 这个棋啊 一定要保留G马炮 G马炮对方就不太容易解决 G7屏8 我也走G708 他马二进四跳进来 G7屏3 G7屏3没用啊 这些真的要从长记啊 不容易跳到好的位置 还差一点点啊 还差一点点啊 就差那么一点点 还没有办法突破 G7屏8我也走G7屏8 他马二进三 我要泡五屏7盖住他 我这个G躲开反而不对 就不能走 我还不能瞎走起 等他马二进去跳进来 而我在G1退下夹住他 他马四退伍 我在泡五进一 泡进他G8进二 我这泡五进也不能走 这些难度很大啊 难度很大 对方也是非常非常稳健啊 貌似现在是有点打不进去 有点打不进去的样子 他现在真的要下马炮前期了 G7屏8下得非常好啊 这部棋啊 他下着马二进四 我这个马呢调整不了啊 刚才我在思考的时候呢 稍微出了一点点偏差啊 这个马其实不容易去调整姿势啊 中炮现在不能拆开 他马二进四 是一部线索 这个棋拿就拿在这个地方 马是退下走不了 撑四 攻坚战啊 兄弟呗 G7屏8 他马二进四 G8退啊 G8退啊 在马四退伍 在马四退伍 他又溜回去了 那这样就越发稳健 我现在不能乱动啊 乱动就跟着一合起 就可能只能等他跳进来 但现在我没骑走 撑个四他跳 G7退二 马四退伍 马四退伍 我就继续上个四 他泡四进六 不好整啊 这个棋真的是不会 不会下啊 先走G7屏8走开 他马二进四 跳进来 再飞个大象把它憋住 马二进三 G7屏8的马二进三 跳进来 我再泡五进二 哎呀 看不到怎么下啊 不好整不好整 对方很稳啊 我现在只剩五分钟 还有八分钟 我得保持一定的复杂 主要是 大家也看到马来西亚的果手啊 也真的不是随便下的啊 我现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呢 也尚未打开局面 也忍着是稍幼一点点而已啊 现在平静把它扣住啊 给它有一点点困难吧 这个棋 对马来果手啊 泡平了不行 他马来进四一步就挂了 丢马 这些平静牵住着他 不给他乱动 他如果不动的话 也没骑走主要是 他也必须要动 他也不能永远不动 现在我还得走快一点啊 不然没时间 他多半会马进三 马进是我飞向把它憋住 他这个马 马路不宽 马进三也是我最头疼的一个问题 怕我进了 像他说变成G8平和 跟我对居都有可能啊 跟我逼着我下马炮残起 都存在这种可能性 那红方最大的结果就是 马炮双兵的马炮兵 发展的好的话 如果发展的不好 还不一定有啊 这两种可能都有啊 先预判一下未来的形势啊 每步加十秒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提醒啊 他如果愿意下马炮残起 好像我也无法阻拦 就马二进三炮五进了G8平和的队 队完之后 我要怎么下呢 马四进五 还是马四进三 只能从长进马四进五 马二进四踢过 踢一下 我还不一定要马炮双臂 马四进三 我只能炮进了 真的啊 他马三退四 我就G8退一 G8退一 我就马四进三 这样子他可能有点紧张 把炮挪开 他这个风格极有可能真的是平局在队 平局在队 我好像也没办法 因为我如果走开他马三进四 有个反击点啊 这一跳下来我这个棋就不一定占优了啊 不一定好 他现在如果追发平三则不一定好 我马四退二 他在马三进三 我马二进三 给他吃四 他将退四 G吃四上降 马四进三 我马三进二 估计他那边杀不过我 马三进四吧 估计那样他杀不已 估计是这样 所以黑方可能最佳的结果就是现在平局 对局 跟我下马炮残棋 看看我的马炮残棋行不行 考验一下啊 这场棋也蛮过瘾啊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而是相当相当大啊 遇到一位非常有韧静的棋手啊 看起来马来西亚的棋手水平也相当高 相当相当高啊 不是一般的高啊 也是在高家庄里面有登记造册的啊 看起来 没打到啊 没打到 虚惊一场啊 吓唬一下 把蚊子吓退 哈哈 这盘棋呢 双半来说都咬得很紧啊 没想到像这么好 厉害厉害 我要重新评价一下马来西亚 这棋手的水平啊 真的要重新评价一下 绝对没有大家想象中 那样的水平 哇它跳下来 这一步棋有点猛啊 我一冲中被它G8平3 G8平3 我是不是这边就没得防守呢 直接冲进来 这步棋出我意料啊 完全出我意料 冲中被它G8平3反击我 我退居桌 它马是退3还可以 它马是退3还可以 直接蹦进来啊 蛮厉害啊 这道棋啊 有两把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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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棋没想过啊 确实是没想过 没想到人家吓得比我好 吓得比我好啊 直接蹦进来 这么凶残啊 这部棋有点凶残啊 冲中兵 那G8平3 好像这里无法防守 G8平6 再一将退4 再退马一将上将 再一将退一局 G3退啊 显得太降了 这个中兵得送给他吃 现在初步判断啊 得送个中兵给他吃 G8平6捉他 他退马吃兵 再炮退啊 把他盖住 他G8平6一捉 G8平6一捉 他这个底炮很稳 主要是 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 底炮非常稳 现在没有兵力我 这个棋啊 没有兵力 得想些办法才行 先把他抓走吧 这个棋啊 先把他抓走 再看一下啊 看一下能不能在 这个中炮这里做一点文章 他吃掉 这叫中兵我就 没有物质优势的 他那个底炮非常稳健 退去做到他又回去 退炮回来 G8平6 马斯进二 G6平5 也没用 这些真的没用啊 真的一点用也没用了 现在 没起手了 现在啊 随便走一步吧 只有两分钟 没有多一兵一足现在 没有多到一兵一足啊 啥都没多到 好稳啊 从一开去我就发现 这位太稳了啊 好像没破绽 这个策略有点失误 策略有一点点失误 当然就算全力以赴也真的未必能赢啊 这里也看到马来西亚的国手 水平也是相当高的 我下来也是没朋友的棋 但无奈对手 我这个非常稳当啊 我是几乎没有任何的进攻机会啊 几乎没有任何进攻机会 又抓一下 抽点时间 这是可以加秒的啊 所以他抽点时间 也是经验之谈啊 经验非常丰富啊 又抓一下 我再跳一下 现在中兵被它吃掉啊 真的没什么优势 刚才走得不够细腻啊 就那个退马那个地方呢 可能有点大意了啊 没想到他每一步都走得很对啊 走得很正啊 关键是大意了 有一点点大意啊 刚才应该有别的手续可以办 哦 应该炮5平8 应该炮5平8 然后把中兵挺起来 这样他压力三大 对 在G6平7 准备跳下来跟我对 这位就是要对子是吧 那我退炮 马5进7 我在马尔退4 我现在马尔退4 他要来内部 我就炮5退2算了 压死箱把它压住吧 跳下来对 建一个对一个 马尔退4 它G7平6 我在马尔退2 从长记忆 现在时间比较紧 我只有两分钟 对手还有三分钟 我就紧紧盯着他的这个 我还可以走马尔退6 看他这里走马尔退6 还是马尔退2好 马尔退6 他马7退6退回去 有马6进8的反击手段 如果马尔退2呢 他平一局桌炮 我再G7退2 然后再马尔进3走上去 G7退2 他马7退5 又踢一脚 G6平5 炮5平8 马4退6 他就马7退6 我在飞向隔住他 他G6平5 其实没什么时间啊 没时间想 我只有一分半钟现在 没时间了 到处乱抓一下 这个炮去哪里呢 退局都要马7队伍 又咬一下 肯定不行 炮平8吧 躲开吧 继续保持一些战斗吧 再平中炮 始终保持中炮队的威胁 现在他有三分钟 只有一分半钟 将军退市 在退局 左我在炮5进1 马7退6 马2进3 马6进4炮5退2 正好赶到啊 还没有大的问题 还有一分半钟 G确实不能常抓 现在重点 我的马要盘出一个好的位置啊 搞了好久 都没有好的位置 但这部棋对黑方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啊 我们发现接下来马2进3要冲出去的 进去桌 我就炮5进1 他退马马2进3马6进4炮5退1 一将退下 正好没事 这位也是想进各种法宝啊 想进各种办法来进行骚扰啊 也相当厉害 退中马 又不给我跳出去 真的好顽强啊 非常顽强的一个起手 我都没时间了现在啊 我发现 我自己都没时间了 退居 退马 再捉他跳马 白吃白喝 那马5进3反击 我退时 抓他一下吧 给他一点紧张吧 还有59秒啊 他还有2分钟 这他这个竹能不能改变一下形式啊 把形式搞乱一点 再捉 再捉 那么这条这个竹呢 他跳马有没有反击啊 跳马我退市 马上退市 G9平6 有一些反击 但是应该没问题 吃竹 强行吃掉吧 拼老命了 还有一分钟 对方还有两分钟啊 这真是拼老命了 主动放开这条生命线 现在是退市的G9平6呢 退市他马上退4 退回去 在G9平6扣住他 他马上进去跳进来 跳进来就不理他 马上进去跳出去 干脆 下了这么久才多一个鞭鞭啊兄弟们 太难了啊 难得不是一般的大 对吧 最终如果有机会赢的话 就是多一枚鞭鞭鞭 推向不好 推向他抓你的马 你的马跳不上向尖位置啊 这个其实就是千万百机要争取一些小优势啊 但这位真的是好稳好稳啊 我实在是已经出了很大的力气 但是这样现在才多一个鞭鞭 看到一点点这个可能性 引起上市的马三退二 在马二进四是吧 上市马三退二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马二进四炮五退二江出枪 将军称四 炮打我的是吗 难道不会吧 炮到是为江 炮吃掉 马三退二 鞭酒退一把他牵住 将他跟他下长期 他马二退三就对了他 这马二进三 正确把那个竹给吃掉 马三退我 还是不给我调整位置啊 饶念 那我就鞭酒平八先把鞭肘出来吧 他抓了两下也没用 现在我只有44秒 兄弟们 没时间 它有一分钟 还有一分钟 抓一下 再挑 再抓再回 这里可以凑点时间 现在还有一分14秒 我还有59秒 现在才多了一个编冰 太难了兄弟们 这位韧劲太足了 韧劲十足的起手 不容易抒起 马来西亚冠军果然名不虚传 继续乱跳 我跳出去 他马上退出 我G8推 他马踩向 他始终还是有一些牵制 这个起 那G8退二呢 那马上退出 我就G8平7 守住他 还有46秒 G8平7守住他 恶手要到 继续保持纠缠的能力 继续保持纠缠的能力 跳马的马丝镜六步好 只能退 从长记这个起来得 又绕一圈 平中去G7平5行不行 马四进三 再走炮五推一 要不 好顽强 还有47秒 对方还有59秒 大家很紧张啊 给他 给许他是点赞加油 现在才多了一个 编冰下了这么久 这位不管结果如何 都足以证明 这个马来西亚起手水平 不是开玩笑的 都是 有相当的实力 现在我赶紧把马跳出去 他居士炮合不了啊 只有退一 我把炮呢 挪开 他马力退8不然啊 马力退8 这个炮呢 散开算了啊 还有52秒 还有53秒 现在我还给 边边吃掉啊 还给吃掉一个边组 如果多两个组 他就危险了 这个气 这把气就全靠 不断的纠缠啊 去消灭掉他有生兵力 再吃掉了一个兵 消化掉了有生力量 这个气 没有速胜的办法 只能慢慢下这个气 真是太难了 兄弟们 赢一盘气就这么难 现在还没引 对方还在 非常紧张的 这个战斗中 也还没引 现在才多了两个B&B 出过老将 他马力退8 我马上退4 巩固这个向肩马的阵地 刚才走了那么久 就是要巩固这个阵地而已 没有别的 对面时间也紧了 马力退8 我打他一下 他就走开 泡我进了也没用 马上退4的G7平6 还能战斗一下 很顽强这位 非常顽强 马上进入 他又到时候来来回回 这个气就不好准 回来吧 回来 又将我就进来 慢慢重肠计 这个气不能着急 现在他有30多秒 我还有一分钟 也没法走齐 冲个边边吧 先随便走一步 现在时间比较紧 主要是 退半回去重肠计 也下得不错 再马八进六 马八进六也没用 我继续往里冲吧 还有一分钟 对面还有40多秒 具有筋 我就继续往下冲吧 再平均守住 相信守住再往下冲 我在这里有个缺口吧 我有起走 他没起走 它耗不起 这个气 主要的问题 他不容易耗得起 我就继续往下冲 虽然有点老 但是不要紧 老有老的好处 老有老的好处 重整旗鼓 泡河平衡也没用 泡河退澡吧 随便走一步 将来还是有一些利用吧 我现在还有一分半钟 对面也下得很快 他还有一分钟 实在不行 我这边兵冲下去就知道了 马八退六 打我的马 反而这时我不怕他 打马我倒是不担心 但这个气要攻坚战也不那么容易 瞄住他 打马吃掉他鞠石像 再挂中炮 又是一番决斗 又从边兵冰 旧瓶酒要抓一下 会不会被他抓死呢 随便走一步吧 也没时间 只有58秒 这位走得真是太顽强 太顽强 极其顽强的棋手 哎呀 随便瞄吹花 瞄住他吧 实在不行就对子 再重尝记忆 真的下得好顽强 无机可乘 无机可乘 我也不知道怎么下 随便停一步吧 等他打了算了 还有47秒 又平时啊 准备退聚回去 先甩个炮吧 还有51秒 对他这个 一分钟 这个快起也下得非常好 快起高手 没时间了 先走一步看看 给他逼得我自己都没什么时间了 现在 将来这个冰真的要走下去 难道回中马的退区 我真的要把冰给冲下去啊 咦 把冰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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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走得真好啊 长期水平的不在我之下 位置感很强 他们说昨天 那个郑伟冲赢他也赢得很 是啊 好任劲啊 好有任劲啊 对啊 很有前途啊 好有任劲啊 他感觉快要赢了 又被他缓过进来啊 跟他慢慢下吧 跟他马炮传织怎么样啊 多一个底冰和一个冰冰 他不愿意对 不愿意对 这是退马 跳马 调整位置 还不愿意这么上马干修呢 我把它抓走吧 看见他不喜欢下长期啊 这位选手 不太喜欢下长期 浸泡 我就马我进去把他挡住吧 他居士退役 难道 那我边边又冲过去 这边 还是有点漆的啊 给他吃吧 泡事情烧着他 只能靠一枚冰冰啊 速度走得很快啊 我就是啊 而且时间把握得非常好 给他白吃白喝了啊 这一轮实在是 有点不太对劲 给他白吃白喝的一轮 完了 走错了 我才出错了 完了 合起 厉害啊 提合提合 没办法 荧幕到 只能提合 哎呀 太厉害了 大家也看到马来西亚的棋手 相当厉害 这把刺起也是 后来有点慌张 后来有点慌张 高手高手 防守功力太强了 厉害厉害 好吧 这就 这个大战就告一段落啊 最后那个多双兵的时候 走得太着急了啊 应该再绕一张 对防守功力 超一流超一流啊 而且速度也很快 现在几点了 那就告一段落了啊 应该也结束了啊 也结束了 应该曾伟同全赢了吧 我看一下 应该没有什么意外啊 那我就 争取第二名吧 也行啊 也非常开心 对 你就算赢了 也可能是第二 因为你第一旁是后手 你先手对 差不多 对啊 因为有可能会 它不是转件 是人家速度很快啊 它可能下关快起 而且这个防守一下的好 每个人都有点特点 我其实多次呢 也是提出了各种的 这个烧狼的手段 但无奈呢 一直没有打开局面啊 哎 这个节目应该怎么下 泡巴尽死 下得好 下得好 最后利用的失误啊 捞了我一个冰 也就吃到我两个冰了 这还是很少见的啊 马来西亚的棋手 很少有这么强的 这个战斗力 我没轻敌 我是全力一步 我都没时间了 我一点都没轻敌 兄弟们啊 也轮不到我轻敌啊 乱走一步吧 没有轻敌啊 只是呢 最后差了一点点啊 就差一点点火候 哇 直接被我将军抽屈 没有没有 其实跟这样的人 下次很容易和气的 因为你摸不清他的头脑啊 所以在开局的时候 会走得比较稳一点 结果发现呢 他的防守规律非常强啊 就是对对方不了解 这是一个问题 但刚才已经绕出了很大的机会啊 那个边边冲得太快了 我以为肯定就赢了啊 把冰冲过去 应该多绕绕啊 把马呢 位置走 都好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重大的失误就是 其实他不愿意对局啊 我应该主动跟他对局 这里有两大失误 造成最后和气 不过体现马来西亚的棋手呢 水平相当高啊 就是绝对不是像我们所说的 随便赢啊 没有 我刚才都没时间 如果有时间还不会犯错 我自己也没时间 有点太着急的 那个冰虫的啊 左边的冰虫太着急 如果不动的话 应该赢的面非常大 有一第一啊 不是有一第一 就是有一第一是对的 但是下回认真一下 也不会放水 你们看到我笑到脸都红了 有啊 这个许大师的铜款啊 这件穿着这个啊 海南之交的就是 大乘得这么晚啊 也感谢这么多 其有的陪伴啊 虽然后来呢 有一点闪失 但是也正常啊 这也是正正的水平 因为时间很紧 你们没看到时间 因为我没有截出那个图啊 那对方在时间急紧的情况下 就笑得这么好 也是出我意料 所以当时我也是有点松懈啊 没有全力以赴 放水都有没好处 完全是 我有一点点累确实啊 但是这个棋呢 跟这个棋的风格有关系 其实我是很怕那种死顶的啊 它的基本功用非常扎实 它也不进攻 这种棋呢 我是感觉挺难下的啊 我如果了解它会好一点啊 就是在开局中呢 会做出个调整 不要跟它搞那么稳 主要是不了解 也第一次跟这样的棋手下棋 所以完全是蒙圈的 我没有轻敌啊 我反倒如果轻敌就好一点 乱走一通好一点 他的策略是比较好啊 这位 就是一开始他就不进攻了啊 全部防守 打定主意不进攻 所以他非常坚决地执行的时候啊 执行计划的时候 十分坚决 我要下出非常精妙的棋 才能够赢他 但关键我自己也不是说 叫得很完美 我如果不全力以赴 有可能还会输呢 就是最起码会很快就合了 后来我也出现剩棋 只是我那个兵呢 哎呀 那个左边的边兵 太着急 我以为赢了啊 因为多两个边兵 按道理呢 合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我是没想到 对手的棋这么高啊 棋感这么好 有点出乎意料啊 所以下棋就跟打仗一样 就知己知彼啊 知己知彼啊 百仗不带啊 方思域确实有两把刷子啊 描催化也没用 人家还是描催化的专家呢啊 所以有很多战术对他来说 没产生作用啊 然后这个开局也是下得有点太焦灼了啊 导致我也耗了很多时间 去思考啊 就是不太明朗一直 可能我一开始就跟他对子算了啊 跟他下场起 可能会好一点 这位就乱下了啊 我也乱走了 我们再下几盘快棋吧 下个十分钟快棋啊 因为我这个级别有点低啊 这位少了一个G还在继续战斗 下完这把去下一盘快棋吧 乱砍一通啊 对这个是海狼之家的啊 呃 还蛮舒服的穿着啊 还可以 大家看看行不行 好 去下班快棋啊 给大家刺一下 刺一下头脑吧 来一场头脑风暴啊 走个上马去试试啊 这个十分钟包干啊 就没有时间的啊 我今天是实名制 所以大家都知道是我 对海狼之家都是不打折啊 他们的线下垫 他用过弓炮啊 这种也是比较少见的 像其进五就冰其进一样 注重着马的出动 上手就出马吧 他99平就居二进四 抢仗最高点 同方还是位置稍高一点 他马来进一我就冰九进一 刚才齐友们所看到的 就是我真实的水平啊 有时候呢 就是会有一点点不够敏锐啊 就遇到顽强抵抗的时候啊 有点不够敏锐 毕竟年纪也大了 这就是我真正的水平 所以我现在水平呢 确实是拿不了冠军啊 只能是一般一般啊 全国第三都有点悬啊 全国第十三吧 估计 有很多人觉得我没有权力以赴啊 那我再次说一下 我是已经权力以赴啊 但是我的水平就是这样啊 你们觉得我下的好也行 下的不好也行 我就这个水平 谢谢许童川啊 又送一个保时捷 谢谢大家啊 每个人都会犯错啊 刚才我确实是犯了一个重要的失误 就是那个左翼的边边冰冲过去啊 前面倒是比较耐心啊 但是当胜利出现的时候 有点有点松动了一点啊 稍微松动了一点 没有说很严谨去思考 这是我一个最后导致合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你看这位叫银亮也下的不错啊 你看 他的正脚也不乱 其实很多人下的都不错啊 好像他有点反仙的 走到现在啊 马一退三 嗯 马三金二将来 还有点厉害啊 碧其锋芒吧 马三退四啊 让马泡来保马 他虽然慢一点 他下的挺好啊 马三进四冲过去怎么样 虽然马是退二没用 这里怎么样粗子呢 先走马四金二吧 马二进四啊 走出相肩马的位置 冲足我再跳出去 G六进六卡进来 会不会这样来 本来很艰难的时候觉得难赢啊 是啊 可能就松了一口气也觉得赢啊 对对对对 主要是 也很正常啊 也很正常 本来这个棋就很难赢 对啊 很难赢的情况下给你赢了 多两个鞭笔我以为赢定了 主要是 有点大意 是 哇 这位的棋也很高哦 完了 遇到高手了 这一盘 我真的听着实名制啊 遇到高人了 这一下子完了 好像要丢子 真的完了 丢子了 G七平六 吃掉 G六进一 高手高手啊 这把要挂了 遇到高人了 遇到了绝顶高手啊 兄弟们 这把不行了 还白吃白喝啊 哇 走的太细了吧 兄弟 马五进七 又跳进来 白丢一个 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 我也搞不清楚 你会随便下都赢 没想到这么晚还有高手 还有绝顶高手呢 还不是一般的高手啊 绝顶聪明的高手 白丢一个 浸泡打他一下 乱打一下 马七进八 G三退三 这部棋会不会让我一步呢 故意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看到快要赢了也不好意思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退局截住他 嗯 确实下得很好了 但是有些人还是觉得我 以结果论英雄啊 这种事为结果论 那么真正行家就是看过程啊 看过程 看过程 才知道你有没有尽力 下得好不好 有时候呢 你赢了棋 但是就是凭对方一些大落 那不叫下得好 是因为呢 人家出大落 哇这道棋又是没朋友的 有点晕 有点晕菜啊 这个棋啊 吃马他也吃马 这盘棋我估计要挂了啊 想不到对手还有这样一手棋啊 厉害 隔下是高人 隔下是高人 居六平三 那些马吃鞭鞭 白吃白喝啊 这回轮到别人白吃白喝了啊 平时是我白吃白喝别人 刚才也没注意主要是 不知道他这么厉害啊 有点意外的打击主要是 没想到他的棋力这么强 拖长站下吧 把棋拉长一点 看看有没有一些 生华的机会 整个底泡下去 把他拘兑掉 这些正能量时代啊 看能不能赖皮顶啊 时间比较多 这十分钟不好顶 十分钟啊兄弟啊 不好顶 他现在还有五分多钟 如果五分钟 他就危险了啊 今天我主要是十名次啊 所以完全没有秘密啊 导致很多人可能会阻击我啊 对方的在暗处啊 我在明处 再顶一顶吧 将它一下把它将回去 再冲个 或者把竹给吃掉算了 少当一个竹吧 少一个算一个 好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衣服行不行啊 这盘也是够悬的兄弟们啊 对啊 主播同款啊 海南之家的那个 衬衣啊 大概四折左右的 价格啊 吊牌价是218 也是没朋友的啊 这位全是没朋友的齐啊 走得很紧凑啊 他还有 我能不能熬到最后 就现在啊 关键是 还有四分多钟 很难熬 人家很快这个速度啊 熬不到 最后的时间啊 看看能不能等到 胜利的时刻 有没有这种可能 它有四分半钟 主要是 对海南之家都 线下都是不打折啊 是 许大师专属的一个价格 给大家啊 死顶死顶 平居想干啥 想开炮 开炮我平居 拦住它浸泡 然后冰就往下冲吧 那不管了 你愿意来就来吧 不管那么多了 将它一下吧 把G拉高一点 冲冰下来平冰再平冰 我也平冰 他再平冰 他有四分十秒啊 看能不能熬到最后的时机 他如果只有一两分钟 就有点紧张了啊 再平冰再平冰 往这边出啊 有点奇怪啊 有点奇怪 嗯 飞象出老将行不行 捉他一下相 看看要不要啊 不要就白吃白喝 他真的要 出老将 给他吃吧 哇 惨了这轮被他白吃白喝真是 要吃光了 还有三分四十秒 他够不够时间呢 够不够时间 刚才应该再坚守一下 哇 哇 怎么飞快啊 还有一个冰再死顶一下啊 如果还有一分钟他就危险了啊 兄弟们 再平平死顶一下 还有三分二十秒啊 进个狙先走一走吧 等一下有没有什么红木兄那种手段啊 把胜利记录在红木兄那种手段上啊 三分十秒 退狙回去 我索性冲下去算了 红木兄来了 反正冰都死了 走红木兄那个路子了 他先来红木兄啊 他现在还有三分钟 他还走这一招 守住他 哎呀他退局完了 冰被他吃掉了啊 还有两分五十秒 顶不住了顶不住了 顶不住了 再也顶不住了 已经顶不住了兄弟 还有两分多钟啊 他如果只有一分钟 估计赢不到啊 因为他每步去都得下五秒钟左右 估计啊 现在我已经没有粮草了 全部顶不住了 你来看一下这位是谁啊 神医 哇高手 再抓他一下 他有两分多钟 两分二十秒 可惜啊这个冰被他吃掉了 太可惜了 红木兄这个绝技呢 不能够重现江湖啊 也多少有些遗憾啊 大家也看一下瓜子怎么样啊 磕磕瓜子看看戏啊 胜负尽在这个 谈笑间 他有一分五十秒 我撑不了那么久了 实不相瞒 对五种口味啊 这是就是 就是精品的一个瓜子 那个版本啊 没有坏纸啊 想不到白丢一个纸啊 这场大战之后呢 已经有点疲乏了啊 没想到还有高手 这么晚了啊 现在是十点半 能不能休息啊 十点半 可以 还有一分二十秒啊 如果他真正水平很高的话 这个棋就很快拿下了 就不需要用一分一秒的时间啊 对啊 他现在每一步棋都是花五秒钟到十秒钟 我现在唯一的盼望就是红木兄 红木兄在哪里 红木兄何在 还有一分钟 一分钟 那还有一分零二秒 现在是 又白吃白喝啊 那没办法 已经淡尽凉绝了 那还有五十七秒啊 五十五秒 这些正能量时代啊 撕掉 再顶几步了 已经顶不住了 哈哈哈 还有四十秒啊 正好啊 正好熬不过他啊 最后时刻被他绝杀 没办法 还有三十多秒啊 那这个棋就随来都输了 没办法了 他再走两三步就赢了 哎呀 他再走两三步就赢了 哎呀 抢得真准了 还有二十多秒啊 算了 正好熟 太厉害了 还有二十多秒 下不不太好啊 换一个人吧 换一个人啊 对大家这个衣服你 我们就 再给大家 讲一讲啊 这个下的是超快题 所以继续坚持 看看他会不会犯错啊 因为我下次可能就不上啊 这个 海南之家是吧 对 巨大师现在穿的这件啊 我穿的这件同款的海南之家 大概四折左右的价格啊 他原价调牌价是两百一十八啊 红木兄啊 红木兄啊 确实有点累了啊 刚才也没怎么认真下 没想到对手这么强主要是啊 没想到呢 比刚才那位还要强很多 刚才那位始终还是控制局面嘛 没想到这位呢 一不留神还咬你一口啊 高手太多了 人在江湖票哪能不挨刀啊 来一个浸泡风水 哎呀 蚊子又来 算了 开局吧 今天下了很多盘了其实 下了十几盘 对 最后一把吧 最后一把啊 董事长发话了 明天休息 明天休不休息 明天休不休息 要有相细啊 明天要 明天要 那个当全 明天要没法休息 看起来 因为那个相细答应大家是第一算啊 有点后劲乏力确实 大战几场之后 这个计算力呢 有点衰退 哎呀 蚊子呢 有一点点的精神不足啊 兄弟们 但这也不是借口 就是有时候呢 这种旗呢 这种旗呢 有时候缺乏一种锐利的感觉啊 遇到这种严防死守啊 那可能也是跟自己的心态有关系啊 稍微有一点点松动这个旗就下不好 对 其实那个 那个 开始两个兵对着的时候下得挺好的 被 嗯 我后来就冲边兵冲错了啊 没想到它这么顽强 我想着把兵冲过去 反正也肯定赢了 没想到一直没有调整到一个好的进攻位置 不过人家的基本功也非常扎实啊 非常的扎实 精力差一点点而已啊 毕竟前面消耗的精力太大了啊 毕竟前面消耗的精力太大了啊 为了要抢的一个边边 这就绕着我头都晕 而且在时间非常紧的情况下 能够绕到这样 我的心就稍微松了一点点啊 但是就是这么一松 马上就出现了一点偏差 就在判断上呢 出错了主要是 其道是没怎么错 判断一出错有时候就会走到一个失误的方向 增加比赛的难度 这些茶医会的掌上明珠啊 对 链接里面五号的是茶医会的单重茶啊 鸭屎香啊 飞香 这位也是很稳啊 把兵保住吧 双兵过河 慢慢跟他下 海纳百川 咦 难道是我们粉丝群的成员 哈哈 有没有乖乖猫见 乖乖猫是绑一大哥啊 现在还在看着啊 撕掉 多三个兵 这样基本上应该没问题啊 现在我兵太少就不会赢啊 确实有鞠齐下的不太好啊 没鞠齐下的好 现在啊 刚才就是有个鞠多两个兵都合了 很奇怪 如果没鞠的话 多一个兵都能赢 这个事情也是蛮奇怪的啊 最后还是有点慌张 还走的一步大路啊 三个兵过去吧 下完正盘准备休息了兄弟们啊 三兵冲过去 哇 他也冲下来 先上个试吧 先把那边按住啊 再把兵兵吃掉 三个兵 一二三冲下去 三对一啊 四对一有可能是 他也不理啊 我也冲下去 他在平兵 我就马吃足 顺手牵羊 平鞠 这个鞠可以看看大家啊 这种鞠三兵 有没有看过啊 鞠几个兵的 看能不能赢啊 这个鞠有三个兵就行了 还有一个后备力量 所以没问题 对决也能赢 四对一 三对一赢不到啊 现在甚至可以直接冲下去算了 因为你人比较多 谢谢安杜兰啊 谢谢安杜兰 嗯 对他说要我联系点好的 哇 这个就是好的啊 海兰之家呀 海兰之家啊 对 衬衣还不错了 本来就四折 就已经很好的价格呀 所以大家 四折已经比较优惠了 99块钱一件衬衣啊 对 确实是相当不赖的 主要是质量都很 大品牌的出品啊 准备冰尺底试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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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枸杰在三号链接啊 对 因为我马上要下播了 所以给大家 介绍货饼的时间 就会多一点点啊 是准备下播了 兄弟们啊 对 然后 瓜子是五种口味的啊 就是 那个 超值专了啊 五包 25块钱 还有那个 绿洲时光的那个苏打水啊 我们也上了好多次啊 原价要72的 这个我们下播真的是变成72了啊 这个 有几个的价格啊 这个衣服是不是只有这种颜色呢 这是上的 对啊 哦 本来想给大家上一个白色的 他说那个 没有 没货是吧 对 好 比赛告一段落啊 今天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下的有些好 有些 就是最后下了 一两步漏灶啊 总体来说下的挺好 这一次的 跟马来西亚起手的交流啊 也是发挥我全部的实力 至于说呢 成也好 败也好 都是来兵家常事啊 也感谢马来西亚其有的支持啊 那么也希望马来西亚真的能够出现一些高手啊 能够真的是在驰骋在国际的舞台上啊 也说明马来西亚的这个相细氛围非常好 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海纳百川乖乖猫 小孟魏国评 娱乐乌提支持次处薛文理等其有的支持啊 感谢明天见 对你等一下他们可能在这个衣服我们一下波他们就找不到这个 哦还得稍等一两分钟大家闲聊一下明天七点半吧 七点半左右啊 七点半左右 明天就没有比赛了 就是评测啊 随便下那种啊 就比较轻松 对对对 今天这点 今天这一场还有昨天这一场其实强度很大啊 因为中间也没有休息啊 不过也算是完成了一个任务啊 一年之前的任务 好歹完成了 对明天会有象棋啊 大家说要买象棋的明天记得来啊 因为这一批做完可能就 我忘记下单了啊 可能下一批 下一批就要一个多月以后了 明天有象棋啊 给大家预告一下啊 对啊 有象棋 对5号年是那个三重厂 大家买完我们就下波了啊 是 因为那个 我看大家还在下单这个 还是下单是吧 这个衣服 因为可能衣服要看一下 什么尺寸 对对对 许大师这个尺寸 我看一下 40还是41 看一下啊 许大师这个是1米80 43的啊 哇 43的我 对 反正就看高度就行了是吧 对 许大师他其实是1米77啊 所以他买的是180的啊 你们看着 就是按照你们的这个高度来码 一般不会错啊 实在不行你就再调整 都行 这衣服是相当于试着啊 海南之间线下都是原价的 签名象棋的话啊 就是明天明天会有啊 象棋的话 他那个签名是标课的 嗯 嗯 嗯